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自己男朋友能够在身边陪着 但是他都陪不到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是异地吗 不是 是这个去年年假的时候 就在老家 我两个老家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朋友 朋友举行了一次聚会 然后就在那认识了 加了一个微信 后来就跟他聊天啊 然后打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啊 然后去逛街啊 唱歌什么的 可能双方都感觉很不错 然后就答应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没多久 他要开学了嘛 然后他就回学校 对 刚开始的时候都挺好的 就没有想过后来会这么多问题出现 都有些什么问题 说说吧 我现在在实习嘛 每次晚上自己回来那条路就特别特别黑 虽然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走到哪儿啦 在干嘛这样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还是不如在身边的感觉好 然后还有就比如跟我一起的同事 他们男朋友会中午偶尔去给他们送个饭什么的 但是我每次就只能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对着手机 我不想要一个放下手机就从世界里消失的男朋友 听明白了 我问问啊 你现在在哪儿生活呀 山东 还在找工作是吧 对 就在老家呗 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马上毕业了吗 我不打算回老家 你现在在 广州 那你去广州好了吗 但是他在山东 他的所有的朋友圈子和关系所有都在山东 如果他放下一切为了我去广州 对他的未来发展很不好 我不能这么自私让他去陪着我 毕竟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主 听明白这姑娘的话什么意思了吗 明白 啥意思呀 就是他不希望我过去 你仔细想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哎 个木头啊 你 你 你们俩平常交流的好吗 嗯 很好 就是手机聊呗 聊的好吗 好 就那样吧 就是手机每天他都每天问你在干嘛 吃饭了没 我觉得 真的很很无聊 这些话 那我不在你身边 那我能做什么 说我只能是通过这个手机电话给你 就是关心你啊 问你在干嘛 还有我 我最近实习因为快毕业工作了 所以我会经常出去和一些老板朋友吃饭 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就听那电话里有男的声音 他就马上就说 那你去吧 我睡了 但是我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能够说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去了 或者说你早点回来 我等你这样的话 但是他都没有 就自己生闷气 但是生闷气又解决不了问题 你想怎么解决这问题吧 我今天来到这里主要就是想听听几位老师 不是 你是什么主意啊 你听他们有什么用 你什么主意啊 你要不要跟这姑娘在一起啊 我很犹豫现在 你们俩都犹豫啊 对 那你们俩来我们这干嘛来了 你喜欢他吗 喜欢 喜欢他什么 因为我感觉他上级心很足 有种女强人的感觉 他在广州上大学四年 没有就是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他一直就是通过课约的时间做兼职啊 挣生活费 因为在我朋友身边还有这个年龄上 我几乎就见不到这样的人 感觉他这个应该挺不错的 大家说现在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吧 很多人他还是干什么事情的话 是自己还是拿不定不了主意的 主要是还在听家里人的意见啊 你能拿主意吗 可以啊 你女朋友现在要毕业了 对 人家不想回山东 对 你愿意为他去广州吗 你给个态度啊 那我说了我可以过去 但是我工作已经辞了 他现在又不想让我过去啊 这是为什么呀 人家要过去 你干嘛不让人过去呢 他说如果我过去的话 我一切人脉啊各方面都 那你过去 那你过去 所以他不想让我过去 他不想让你过去 你就不过去啊 是我不让他来的 不是你不让他过去是吧 你准备回山东是吧 我也不想回山东 那不就是分手了吗 你这意思就是 而且有很多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得 没听出来任何一点舍不得呀 你舍不得他什么你告诉我 就不管身边会出现什么样的人 但是最后还是觉得 他是最爱我的 他都要去广州 你不让他去 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没有说 一定不要你来 我只是跟他说 这么多现实条件 摆在面前 我觉得 你考验他的是吧 爱情会被现实打败的 都是些什么现实条件 你摆一摆 让我们听听 你不让他去广州 他去广州 首先在那座大城市里 真的什么人脉 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立足 就是你不相信他的能力呗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因为我在那里 已经待了五年 我经历过 我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想他再这么受苦过去 我个读书的孩子 你知道什么社会 还怎么过来的 你 行吧 我又不细问了 那你回去呗 不可能 为什么呀 因为广州的发展机会很多 我想 那你这话不就是分手吗 你舍不得什么姑娘 你告诉我 你是觉得就是这个男人爱你 对吧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能 谈过的恋爱里 你能感受到的 男人对你的好 只有这一个男人 是对你真好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不是 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都从来 每天都会跟我说晚安和早安 而且还矜持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啊 那就跟他大胆的在一起啊 被什么现实打败了呢 他都没去广州呢 怎么就被现实打败了呢 万一去了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什么观念上的问题啊 就好像我实习之后 我想去跟一些朋友 就去多认识一些人 他就觉得我现在在实习 就没必要过早的去接触社会 然后就 我去的时候 他就很不开心那种 好吧 二十四岁啊 对 是男子汉吗 是 你拿个章程出来 因为我就是感觉 他现在之前 花费了这个四年多的时间 在读这个医药大学 坚持了那么久 通过跟他聊天了解的话 我感觉也比较辛苦 到最后就在实习 剩了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选择 就是不想去继续再实习 就这么早的 就踏入了社会这个圈 我感觉你没必要 就是真的在乎这么 这点时间 不是什么意思呀 我没听懂 还是以后也不想 在医院上班 就是就是想 不想干那个 那一行 哦 等于学的是医药专业的 毕业之后不太想做这个职业了 是吗 那有什么呀 就不做了呗 他就思想比较 破坚保守 不是我问你们的 是你们俩的感情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俩没一个人谈感情 谈的全是现实啊 工作呀 你们感情怎么办呀 感情是在啊 但是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 现在所说的这些东西 在阻止我们一样 什么东西在阻止你们啊 就我想去找他 他不让我去啊 你去呗 他能把你赶回来啊 他已经说了不想让我去 我就感觉了 我在思考 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啊 他们俩就是不敢在一起 哎呦 绞尽啊 行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你说 男生离开山东 就会少了人脉 什么都没有从头开始 你们刚刚大学毕业有什么呢 就其实你所担忧的些事情 在我们听起来 完全不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 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 应该担心的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很多 你才二十二岁 你经历过什么 就是五年的大学生活 你自己打工赚钱 你感觉 经历了社会中的风风雨雨 是 你是经历了 但那对于整个人生来讲 你才经历了一个开始 但其实我知道是 你此刻的选择 不是爱情 也并不是对他没感情 而是你认为 这一份爱情 会成为你个人价值 实现的绊脚石 所以你权衡利弊 你想要放弃爱情 只是今天想借助我们的发言 说给他听 在社会中 自我价值的体现 固然会给我们成就感 满足感 但归根到底 爱的归宿 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宿 小伙子实际上 也是你的不够强大 而让他在爱情和事业当中 他选择了他 自我价值的体现 所以 你没有往前推他 他 也就停留在了广州 那个感情的原点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曲总 我谈谈我的看法 摆在你们过去这一年当中的感情 不是爱情 是一次美丽的邂逅 短时间内相聚 彼此可能有一种冲动 但马上就异地了 你们没有足够的了解 而这里面 我听到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你们在将近一年的这种交流 沟通当中 并没有通进彼此的了解 而是越来距离越远 以至于男孩 就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你对本专业不感兴趣 他都不知道 而这么关键的 自己的兴趣 未来的规划 居然他不知道 你们一年多 你们在聊什么 你们现在不要哭丧着脸 你们并没有一场爱情失败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开始 只不过你们从当中 你们是可以领悟到一些东西的 这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 一定要找到共同的价值观 第二 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想方设法的了解对方 慢慢去体会吧 这场邂逅我觉得也很美丽 也值得珍惜 只不过 不要彼此抱怨 不要找那些外部的 根本就不相关那些客观条件 来去说 给我们一个分手的理由吧 不用 我们就是没有爱上对方 所以 我们就可以做朋友嘛 如果不可以做朋友 那各自 有各自的美好就好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邱老师 来 附老师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干了 就不要怕失败 爱了就不要怕分手 我们首先得彼此承认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你和最好的我 两个人都是在爱情当中互相成全 互相成长 成为对方心里最好的那个他而已 所以你不要渴望说 很多爱情一定是要达到你理想的状态 如果不达到你理想的状态 我宁愿不参与 事实上你已经想参与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增添那么多所谓的心理负担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理想的事 他不让你去 你就不敢去 其实因为你也害怕 连朋友都做不成 是吗 哎呀 我说这年轻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连第一把火都不敢点的话 你说你们想招惹爱情干啥 对吧 如果我是你特别喜欢他 想要迈过这个距离 我冲上去我就吻他 然后我为我这一吻而付出我长足的责任 你们是两个年轻人 应该有能够充分燃烧青春的勇气 你说你经历了很多人生 拉倒吧 你才这么大年纪 你可能比同名人经历的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有经历并不代表 你就要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因为害怕承担风险 而不继续燃烧自己 如果你们今天不愿意尝试 就不要互相招惹彼此 两人散个干净 要在一起你们就要好好地抬 好不好 有一个人说 当一个男人见到一个女人的时候 突然她的心跳加快了 脸开始红起来了 可能爱情就来了 当一个女人见到男人的时候 突然也是心跳加快了 脸也红起来了 可能爱情就来了 那只是一种邂逅嘛 她总得往前走才是真的爱情 否则永远就是邂逅 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 就不要谈爱情 好不好 你们怎么决定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加油吧 年轻人 来一起进入那几篇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感觉在一起真的 虽然时间不长 我也没有在你身边陪你 但是 发自我内心的 我还是特别的和你在一起 既然走到了这里 我就想对你说一句话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尊重你 谢谢 其实我承认老师说的对 是我不敢往爱情里面迈一步 我现在把事业看得太重 我也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在广州 你确实是无依无靠 我不想你这么苦这么累 我也希望你会幸福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你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更很好 好生 好生